打小我就看不起国展车 真的 我玩车那时代 因为没有国展车可以玩 要不然就意大利车 要不然就德国车 要不然就日本车 你知道吗 但是说真的 我没想过有一天 未来没有给我付费 也不是一条广告 我就是给它改完了 而且是我自己花钱改的 我没想过有一天 就是中国的国展车 能让我觉得 我自己愿意留下了 并且拍视频给大家展示 这就是中国车的美 你看一下 整个造型 这种旅行的大屁股车 往我的B站一改完了以后 整个车身姿态是不是还不错 再配上一个21寸的大龙骨 黑金 我觉得这个挺高级的 一点都不显low 就原来国展车看起来就特low 让人感觉 这什么玩意儿 但现在真的 如果你不知道 未来是一个国展车的品牌 可能就这后屁股 哇塞 这后杠兄弟 这大探心 往后之后 加后面那视景灯 最帅的 就是整个这么一个溜背造型 旅行车 上面这个拓乐子香了 我觉得旅行车不悲香 感觉差点什么 是不是 不是那范儿 但是好多人问我 这箱子到底能干嘛 能装什么 兄弟他什么都装不了 但他能装 你看这种感觉 就去那里东西就没有灵魂了 就是简简单单干干净净 我拿它拉自行车 我觉得比RS6什么的 比那些一百来万的 国外的旅行车 是不是看着实惠点 整个这一套 外面的包围 加上后面的旅行箱 加上轮毂 加上避震 应该一共是四万块钱 四万块钱 你要什么自行车 这太帅了 你们自己说帅不帅 我不聊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